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羅馬時代最好的東西 就十七時代 這個architect 從 死前1600年到2000年 一萬兩千年前 骨頭 這個沒辦法詳細看 來看那個 現代一點的文物就好了 就等一下有時間再來好了 先去看別人 這個 古老的 考古博物館 波登寫 這個什麼書都在外 留個書 什麼都有 就要想 那個 路前那個橋 這個 古老的 時鐘 時鐘的鐘面 這下方是 第十 十二十四世紀 是這樣 1995年 近年 1995年 是 1995年 指明 就是是這樣 六七年,我們畫的地圖 就是這樣 像個宗 教堂的宗的樣子 15753年 剛才那個,拍在那個橋 Linebrook,1715年 叫他的 Orgel 1917 Strasenbunds 1901年就有 1908 1913年開始的這個船 1944年曾經被 那個盟軍轟炸 他們以為這裡是德國城市 1944年的事業 欸,事業 封炸了兩次 只是這個城市 也受到很大傷害 棒車是這樣的 現在好像在那個 河南的 起司市場 好像也還有用這個 剛才 外面拍的就是這個裡面 外面拍的就是這個裡面 要什麼 就是15500到1800 這應該是 教堂的那個柱子的頭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 一整個柱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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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整個柱子的 一整個柱子 一整個柱子 這裡有一個中庭 剛剛就下來了 這個很古老的 還有一個 不知道是井還是很深 我還是上去了 剛剛在拍照 修到那邊的 柱形 這隻羊 不錯 這是最適合的 歷史 那時候的烏雕 是 這也是 修到那邊所用的器具 古老的 哇,這裡有個小小的教堂 哇,這真的是很古老 這也是很古老的 修到那邊 你會很靜悄悄的 這是一個 一些 祖教的 觀望 一九二十二十二十一年 這也是很古老的 也是一個 小小小的一個禮拜堂 這個 羅馬寺的 對 這邊這個孫陶 好,見過這個教堂 這羅馬的地章 這個地是看涉在科蘭的羅馬 這個小孩子,我想他將來會變成考古學家 哇,這個金幣,純金的 Brownside 武器時代 這個簡直就是一個考古博物館 相當豐富,可是並不是我很喜歡的 這一個展覽師專門 Albert Anker 介紹他的 配丁 活到二十世紀初 抽象畫 這個圖畫得不錯 這個圖畫得不錯 這一個畫是最新的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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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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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